今天我们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模型 这个模型叫做RueFlex 关于Rue系列的模型 其实我们在SD15和SDXR里面都有很多 这个模型属于第三方调优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的特点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Sampling Steps 就是它的采样 不说是4到6步 所以说你可能能猜出来 它是一个Snell这样的一个模型架构 而不是一个DV架构 或者叫DV架构 所以说它的速度很快 那它的质量很好吗 我们可以这样讲 它绝对比不上DV架构的Flex模型 我们总是在速度和质量之间在做一个取舍 所以说总体上来看的话 这种模型还是非常优秀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Gallery画廊里边的一些图 大家看一下 这个都非常的明显 大概能估计出来这种模型的一个基本的质量 那下边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模型怎么去用 在用这个之前 你注意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叫做Transformer 另外一个叫Compact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它在这个里边说的也很清楚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Transformer这个架构里边 是只有一个UNIT 那个模型里边只有一个主体架构 不能叫UNIT 因为它是基于DIT结构的 所以说它的主体是Transformer 所以说从名字上我们也能看到 而这个Compact里边就像我们传统的模型一样 它既有这个主体的Transformer的模型 另外还有Clip 另外还有我们说的VE 这三个部分 所以说你看到它大小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十几个G 一个是二十几个G 用哪个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 因为我们很多的附属的Clip VE的其实你已经下载好了 那如果你用过Flex模型 你肯定已经下载好了 它官方的工作流呢 这个也提供了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位置去下载 当然你还可以下载它的视力图片 直接拖到我们的Comp UI里边就可以了 下边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一个空的工作流 那我们将这个视力图片给它拖进来 大家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工作流的结构 大家注意这个UNIT的名字 当然就是我们下载的这个模型的名字 它的这个WitType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选成FP8的这个 然后呢ClipName 它这用了一个调优的VIT-L 而不是我们传统的L 有很多人会说 那个调优的那个模型的效果会非常的好 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直观的感受啊 所以说我还是用传统的这个 如果你喜欢用那个 你可以下载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将这个也给它换成FP8的 大家注意跟普通的Flux模型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Gridance设的是1.0 而我们之前那个是3.5啊 所以说呢稍微有些不同 别的地方呢 差距到不是很大 另外就是要注意它的采样呢 用的是欧拉加上贝塔 其实呢用别的也可以 Normal啊 然后DDM-uniform啊 或者Sigma-uniform 我们这个都可以啊 但路亚它这里边并没有Model Sampling Flux这样一个节点 那这个呢肯定跟它训练的这个参数是有关的啊 在我们的传统模型里边是要过这个节点的 所以说这也是不同的一个地方 好下面呢我们跑一下 大家感觉一下它的速度 那这就是它官方的一个工作流的基本形态 那当然如果你不喜欢用这个工作流呢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工作流来替代 那这是它官方的工作流啊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工作流呢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工作流来替代 那这样我们把它编一下组 然后呢我先把它禁用掉 下面呢我们来加载一个我们之前的这个Flux的工作流 那这样我们高仿一下啊 大家注意这个宽和高的是896x1152 那所以说呢是一个竖板的 这个呢我们换成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模型 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发生任何变化 那这个节点呢就不要了 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调成1.0 然后我们把这个提示词粘过来 下面呢我们来增加一个采样器 把对应的给它连上 我们调一下这儿的参数 我们将这个sit给它粘过来 那我们选择fix 5采样1.0欧拉beta 那下边我们看一下底下这个工作流的输出 大家注意它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 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图像 所以说呢这两个工作流呢都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这个东西起多大作用呢 其实你可以启用一下啊 再感觉一下 来看一下 其实呢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说呢这个用还是不用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的情况呢 做一个基本的设定 那这儿呢我们还是按照官方的这个用法 我们这儿就不加这个了 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和官方一模一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分辨率是没有影响的 即便你是1280乘以720 这个也可以非常完美的来输出这个图像 大家看一下 那它最大的优点呢 应该是说速度呢还是很快的啊 当然的缺点也是有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缺点啊 我将这个种子摄成随机的 下边我们试几组提示词 比方说这个是我之前做封面的一个提示词 是一个女孩举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一堆这个字母啊 字母的是CogValue XI2V 也就是我们上一个视频给大家讲的那个 生成视频的那个模型 大家注意 CogValue I2V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这个字母是不对的啊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是牺牲了一部分内容 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快速生成的结果 那我们再生成一遍 当然它并不是每次都出错啊 有的时候呢还是对的 后边之所以出现韩语 是因为我在前面这个Young Man的时候呢 加了这个这样一个特殊的语法 是一个韩国人到一个冰岛人的一个特殊语法 所以说可能对这个会有影响 那你看这个是对的 CogValue XI2V 这个也是对的 但是刚才那个就是不对的啊 所以说这种东西的话呢 损失了一部分准确性的这个内容 另外的话呢 它有一定的偏邪性 那这个就又不对了 对吧 那这个偏邪性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这种模型呢 由于它需要对于人物呢 有交好的生成效果 所以说呢 它生成的泛化能力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再换一个提示词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个 我们换这个吧 喝咖啡的这个 大家注意啊 就是这个提示词越长 越复杂 可能这个效果就会越明显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喝咖啡的一个女孩 大家注意 你有没有觉得她很像 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显 因为我对这个人物的动作 什么可能描写的不是特别细致 我之前还用过一个 就我们试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词 大家注意 这个女孩现在盯着这个咖啡 这个描写的动作细节就比较多 大家注意啊 她的这个视角 人物的动作 整体的光影 其实呢 都有一定的趋同性 也就是说 她生成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所以说她在这方面 其实做了幅度比较大的调优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是牺牲了一部分 我们的泛化能力的 并不像我们的戴武模型 它可以生成各种各样视角的 或者是各种各样情况的这个图片 它生成的图片呢 往往呢 具有很大的这个相同的元素在里边啊 所以说呢 这是Snell 这个调用模型 它的一个特点 这个模型称之为Real Flux 是因为它其实消除了传统 Flux里边的镜面反射 也就是我们说的塑料的这个皮肤 这种质感 所以说让人物看起来呢 更加的清楚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还取决于它整体的这个像素 如果人物的像素比较小的话呢 其实看起来还是不清楚的啊 我们可以试一个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提示词啊 就是车站里边 向你挥手告别的这个女孩 大家会发现在这个里边 就会有很多的噪点 因为呢 面部站的区域比较小 像素比较小 所以说细化能力不够 另外呢 它采样部数比较小啊 所以说呢 两种因素加起来 当这个面部站的像素点不是很大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得有这个斑驳的这种噪点 那我们尝试一下啊 把它变得脸部大一点 我们加一下Detail Face Beautiful Face 我们来生成一遍 当然手这出问题了 对吧 当这个像素点大之后呢 就会感觉好一些啊 另外这个人物的话呢 我们经过测试 你会发现60%会出现东方人物 可能是因为图片的数据 极易有60% 是由东方人物来构成的啊 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 另外呢 这个模型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和我们的Laura 进行有效的组合 比方说我们之前训练过一个Laura 我们之前训练过一个Laura 这个Laura呢 训练过程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也给大家讲过 那如果我现在连上它 这个参数值呢 我现在调成0.5 我在这里边加上我们的提示词 干Loss 这个你要是不清楚是怎么弄的 你就自己用一个Laura去写就行啊 不一定非用我训练的这个Laura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加了我们自定义的这个Laura之后 会有什么情况产生 大家注意 当我们加了之后呢 采样的时间会明显的变长 你有没有发现啊 在这儿等待的时间呢 会明显的变长 这个不光是这个模型啊 其实所有的Flux模型 不管是什么架构的 在Config Y里边几乎都有这样的特点 就是他在这儿做准备的时间呢 会比较长 那他真正采样的时间呢 其实是非常短的 因为我们只需要五步 大家看一下 这个人物呢就漂亮很多了 但是呢 同样是有斑点的啊 那有人说我可以消除这个吗 比方说我可以将这个采样步数 是不是变得更大 比方我们变成十步 那你感觉一下十步 它有没有明显的这个提升 感觉一下啊 其实呢是有提升的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啊 你靠这种增加步数 来提升这个质量的话呢 其实不太可取啊 当然呢 比如说我到25步 我们看一下脸上这个 噪点是不是依然存在 这个采样的速度就明显变慢了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呢 这个东西呢 还是有问题的啊 那所以说呢 我建议大家 最高呢 你尽量的不要大于十步啊 如果你大于十步 其实这个模型的作用呢 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你就不如用传统的代物模型 除非你希望有这样质感的人物存在 因为这个有点像柯达的那个Laura啊 但是它本身是个模型嘛 所以说呢 可能表现的效果会更好 那你会发现这个人物会更漂亮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啊 把它的种子固定下来 这样的话呢 防止我们在做后续操作的时候 它重新进行采样 那有人说 它这个脸上不太清楚 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可以的话呢 可以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这样的话呢 会更好一些 那放大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是两步啊 这个呢 不用设这么大 比方你可以设成960x540 按道理应该是540啊 但是它可能出不来 所以说这是544 因为你后边要做一步放大嘛 所以说你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将这个分辨率设得小一点 尽量的提升它的速度 不太好看啊 那下面我们说一下 你怎么去放大它啊 放大它的话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首先呢 将这个给它存储一下 同样是用模型 把这个图片给它放大一点 我用两倍的这个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缩一下 这个手法我们经常用 那其实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图片 那我们只需要呢 对它进行重采样就行 所以说把它incode一下 那后边呢 就是采样器 这个采样器呢 其实跟这个差不多 我们可以复制一个过来 下面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啊 因为我在这个工作流里边 是将这个放在了它俩中间 所以说我这已经对这个条件 做了校正了啊 那么如果你要过continent的话 记得把它挪到后边去 这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当然如果我没有continent 或者其他之类的东西 这个就无所谓了 注意啊 这儿的种子现在跟上面是一样的 这个步数你就不用十步了 五步就可以了 然后1.0采样都保持一致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般选成0.35 因为太大的话 可能这个图片就会出现变形 不叫出现变形啊 是说跟原来不太一样 我们预览一下这个图片 直接连过来啊 要不然set它不起作用 但呢明显感觉出来 这个人物呢会更加细致啊 你可以对比一下 其实有点像我们那个待物模型啊 而且呢尽量了保持了它的一致性 比方说你注意这个手的这个地方 这儿一个走形啊 这儿呢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设置呢 是放大的一个比较好的流程 比如说我用一家套模型嘛 这个其实不用 因为你这儿的降噪性是0.35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你注意它其实呢是采用相同的种子进行重复降噪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所以说呢基本生成图像的一致性是可以保证的 当然这个不能调的太大 你调太大呢就会有问题 那这是我们说的 你可以这样去做 那真正的要用这个模型去出图的话 光靠这个样子是不行的啊 你必须能做到这个程度 因为那个呢它脸上会有那个噪点嘛 所以说呢你发出去肯定是不能用的 那总体上来看呢你会发现这个模型它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么它的质量呢也是有保证的 如果你需要在速度和质量取一个折衷的话 我觉得这个模型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也是我们给大家讲这个模型的原因 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模型 你会发现这种所谓的调游模型呢 它其实和原始模型会有一些区别 比方说速度上如果速度提升了 你会发现它在生成某一个东西的能力会更强 但是生成其他东西的能力就会变弱 所以说呢大家要理智的看待这种调游模型 总体上来看这个模型呢还是非常成功的 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试一下 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 关注我作为一个懂爱的人